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是有一个健康的饮食 健康的生活习惯 还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态度 当然除了这些之外 还应该有一个更非常健康的心态 要有一个快乐的心情去过每一天 所以我也希望观众朋友们 你们也能像我一样 能有一个健康快乐的心情 祝你们乐活每一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